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問一下各位 請問 你現在早晚約的資料怎麼賣 應該 你用哪一個收據品啊 應該大部分的都Google的比較多吧 有沒有人用雅虎的 一般性的用雅虎的大概還好 但是如果說你真正假設想找資料 可能應該多數人會選擇Google的比較多 請問除了雅虎跟Google還有哪幾條收據品 你們都不關心鬼 不關不關 最近有一個疫情嗎 其實雅虎的收據品早就變了 雅虎早就沒有在做收據品 你們知道嗎 沒有注意過 我們去一下雅虎網站好不好 給你看一下真的是雅虎在做還是別人在做 好 你看喔 我們到雅虎的 這個已經不是新聞了 因為 有一段時間了 來 我們來找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找Google應用好了齁 好 上面看起來都很正常 你往下看 平常我們都看最下面的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Power by什麼 它不是寫雅虎嗎 請問病是誰 有沒有人用那個首頁 比如說你是用這個MSN的 有嗎 有沒有人家的首頁是中華電信的 那個是只有去你家裝AD的時候 光是在第一個 他幫你裝的時候會用的首頁而已嘛 但是通常裝完你就馬上要改掉了啊 對不對 這個病事實上就微軟了齁 所以其實你可以去看一下這裡 直接點也可以啦 我記得啊 不行 來 我們進到MSN 好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叫病 不慌悠齁 所以養不早就不做收訊請了 真的啊 這好幾年了 因為他不行了嘛 就在旁邊 所以事實上現在主要的兩家收訊請 主要就是Google跟那個 Google跟這個微軟而已齁 好 那我們要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看到剛剛這個之後其實 到底這個收訊請你會還是不會 你打到我們都知道你要打的話 是就直接打關鍵字進去就打得到了 但是你有注意過關鍵字打進去之後 在他的右手邊有不一樣的東西 有一個這個 叫做Google圖庫 知識圖庫 有聽過這個名詞嗎 沒有齁 實際上 一般我們現在不是說找不到資料 而是什麼 而是 找到的資料太多 那你找到資料太多的話 其實 跟我們一般看所謂的這個叫做 百科全書也好啦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們是查百科全書 你不管你是查什麼人事實地物 他是會先幫你整理一部分相關的資訊 對不對 你會比較方便嘛 那你在針對這些資訊呢 再去做延伸 再做延伸 那我們可以來試看看喔 像我們剛剛這邊 我們回到我們的Google 好 那我在這裡 我就打一下 看看你要查什麼關鍵字 當然 這個部分他需要透過人工整理 所以 國外的比較多 那這個服務在台灣是去年 才開始就是啟用的 以前是你只能找就是英文的那些服務 那現在已經有了齁 比如說欸你想要找我們 好 你找到這邊之後其實平常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看右手邊 我把它縮小一點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有一些相關資料跑出來 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找 Google他現在也要比較聰明一點 事實上如果各位您在用這個Google的那個行動裝置 Android系統的 請問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在上面這裡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用過語音的 因為如果你是那個iPhone的 是不是有叫Siri 對不對 你會用語音跟他溝通嗎 那Google的你有沒有試過這個 有的有的沒有 但是大多數的我們Android使用者都是比較害羞的 就是不好意思拿起來跟他講話有沒有 他才會幫幫你查吧對不對 事實上你也可以用語音的 那你如果在Android系統就是行動裝置上的話 其實他會有所謂的卡片功能 卡片功能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查 今天的日出也好或交通狀況 比如說彰化到台中 他會很聰明的 雖然結果很多對不對 但是他很聰明的先把你想要知道先列出來 好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一下這裡 假設我想要查一下彰化 日出時間 有沒有發現他上面就直接先秀這個結果給你看 有沒有 他不會就只有這個 以前我們製作者下面那個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種部分在行動裝置上會相對更好用 比如說你的地主 像萬一我今天不太知道惡辦在哪裡 或像上個禮拜我們在那個浦原國小 可能有些人不見得知道浦原國小在哪邊 反正你在車上沒有人聽到嗎 浦原國小 他就幫你導航啊 哈哈哈哈 好當然這個前提就是必須你要這個 就是行動網路啦 好他前提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這種這類的應用會越來越多 包括像Google眼鏡啊 各位可能在電視上都有看到啊 也是透過什麼 語音去做控制 好語音控制的最多 好這是第一個 但是這不是Google的知識圖譜 我只是講一下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Google知識圖譜的 好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也沒有發現這裡他有幫我們整理一些很多資料出來 對不對 當我找到我們縣府 他包括了行車路線地址跟電話室就自動出來了 那你看下面呢跟他有關的 他也會幫你一併列出來 他告訴你說這裡也包含了 搜尋了某些 有些人也搜尋了相關的資料對不對 好那說真的大多數的我們發現都看到這邊就解決沒有了 不過說真的你在這裡點的時候啊 其實你看我們在右下角這邊 他有沒有告訴你某些人就搜尋了哪些 對不對 點開之後他就可以直接點過去 那因為這邊資料比較少 我直接用那個比較知名的 比如說你去找這個五月天啊 還是你要找那個搜董啊 好那您看到這裡齁 就是他上面這裡 我找到搜尋之後看一下右手邊 好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跟他相關的都出來了 那這個呢我把它放他一點 可以讓我看 來你看這裡 他介紹基本介紹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身高都出來了 連爸爸媽媽是誰把人敢下傳去嗎 所以你知道有空的時候 我們後面大家會介紹一下如果快訊 有空查一下你自己在網路上的知名字 猜其他人就算了啦 因為那個會比較多嘛 但是大多數的如果你的名字有一些獨特性的 你可以找看看真的 有些你的資料就不小心在上面 像我之前就有 因為我去研究 然後那個承辦學校他把我的 基本資料就完全PO在網路上 不小心讓我看到了 所以這樣比較危險 你看 然後呢你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他的專輯 對不對 然後在下面還有耶 他們家因為很多啊 你看 在這邊 有沒有他說下面這些跟你有關係對不對 網路有你也不知道 他不能不知道嗎 因為跟他有關係的啊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邊再點一下囉 上面會不一樣 你都會發現 因為這邊資料是比較豐富的 所以點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除了右手邊變出來之後 他上面這邊跟他有關係的 他們還會再列出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Google的知識突破 因為他讓你找資料 不再是由你自己去過濾 而是他先幫你整好一些相關的資料 比如說像他當了周見的爸爸媽媽媽 或者是他的身高 就算你認識周見的 你喜歡他 你也不見得都知道 對不對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透過這樣的知識突破 可以讓你 對你要找人事實力 用各技部知道 詳細資料之後 再由那些 由點而線而面這樣往外延伸 就有機會再找到更多資料 這個是 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 Google知識圖